現在為各位介紹 易游金剛12.5吋快拆後輪的拆裝說明 首先呢 我們將馬達的插頭拔除 拔除按壓這個卡榫 按壓卡榫然後拔掉 打掉之後呢 我們將快拆的把手放鬆 放鬆之後呢 逆時針旋轉 聽到喀的聲音呢 就是推到底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將固定卡環 把它給打開 往下壓的時候呢 它就會打開 確實要打開才能把輪子抽出去 按壓之後呢 用你的左手抓住後輪組 那右手呢 順便抓住這個側架的骨架 稍微抬高 將後輪組往外拉出 那這樣呢 就可以把後輪組給拆開 安裝的時候呢 一樣要壓住這個快拆的這個固定把手 好 交後輪 裝住 之後呢 再把這個 把手 固定環 給 放開 讓它確實 卡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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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卡住之後呢 我們再做這個旋轉 把手的旋轉 是要把它做最後的固定 順時針的旋轉 順時針的旋轉 好 那旋轉到 大概 底的時候呢 我們就 鬆兩圈 兩圈之後呢 這個把手 必須要旋上來 往內壓 好 確實往內壓 那這樣就固定住了 好 好 我們確定一下 後輪是固定的 固定住完了之後 我們再將 插頭 插回去 這樣就完成 這樣就完成